南府的大選將外省開票 接政黨非洲民族議會 提到百分之四十點二的票數 三十年來頭一次國會沒有過半 要跟蔡亞棟來做聯合政府 南府的總統南馬佛莎是標示 尊重三民的選舉 協助為離婚19年的230席 大大落報到159席 南府總統當時也是 非洲民族議會主席 拉馬佛莎 發表單位表述 這次代算歡迎民兵的議員 另外 中間朋友的最大反對黨 民主聯名 首席第一 帝都大約二十二派選票 會出的八十七席 東北史丁胡森已經表習 為了比面後一次 實談的前總統 朱馬政府 他準備後就共助聯合政府 跟非洲民族議會 等其他政黨協議 選票的選擇 並不是給任何人的大選 因此選票的選票 希望現在 選票的選票 能夠平穩地坐在桌子上 談到什麼是可以的 什麼是不可以的 南委議會 實行兩日 由國民議會 和全國選舉 事務委員會組成 今期都是五年 國民議會 總共設四百個議席 其中兩百名議員 是透過全國台選來選擇 另外兩百名議員 是由選舉選舉選出 根據南非憲法 選一次國民議會 選擇之後 國民議會會選出 南非選擇總統 民眾對這次選舉結果 多數感到開心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政府 能夠有最終的力量 至少如果我們有兩或三 我覺得我們會更好 我們會更好 看過過去三年 我沒有印象 接種的非洲民族議會30年來 剛才是去國會多數優勢分析計程 是南非選民不斷四個月 沒有平定跟欠電等問題所作成的 另外曾總統昨晚領導的 新政黨民族議員是得到58市 14點五九八的選票 昨晚算天一代的選票 也沒什麼可能跟現任總統 南馬佛莎做聯合政府 讓這政黨擔心會面臨艱難的談判過程 公視新聞 電位您便宜